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的城不同的战场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花很多钱 为了这质量 所以现在是超市超的蛮厉害的 可能最终拍完我的人工都没了 而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 导演拒绝亮则表示 整播剧的拍摄中造型演员的片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被记者进一步追问投入的分配中 演员片酬的比例又是怎样时 唐经理对于投资人兼主演黄晓明的片酬给予这样的评价 演员费肯定是也是高的啦 可是小明就不高 那小明是是他自己也是投资 他也是投资方 所以他是很优惠 对很优惠 据悉京中乐飞剧组开拍至今 始终没有公布女主演 及其他女演员的任何消息 当天被记者问及对于要同黄晓明演对首席的女演员 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时 监制唐经理导演拒绝量均给予了这样的回答 标准除了漂亮 基本上就没什么标准 漂亮很多女演员都漂亮的 见仁见智 可是我觉得那个一定是演技派的 因为这个戏 我觉得戏比较重要 如果是漂亮不会演戏也不行 那另外就是 他跟小明两个人走在一起 你要有感觉 你感觉他们两个像的 有这种发学作用的 反而不是 因为我觉得会是这样子 不是他要求不高 最主要是这个女演员本身戏很好 我觉得很足够 很差当 跟他小明的佩戴起来很差当 我觉得足够 现在我都觉得都在背着 现在这个女主角到现在还没出现 也许要等我们再 因为他的戏 因为现在 因为这个都是男生戏 岳飞一个男生戏 他的主角 女主角是基本上会在 下个月才出现 这个人到现在 我们都是一个保密阶段 此次黄小明在金钟岳飞中 除了要诠释出历史人物的影像外 更会和多个女性 有着情感纠葛的戏码 而被问及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爱恨情仇时 黄小明老师开始讲起了历史故事来 这个还静女色的 这个 虽然他只喜欢我们这帮兄弟 兄弟感情比较多 这个天天都都跟兄弟们在一起 其实感情戏也有 那岳飞比较经典的呢 就是跟跟李孝娥的感情 然后他很专一 对跟老婆很专一 那他中间 我们这戏里面还有多家的一个女孩子喜欢我的 那他还有一段很有名的历史 就是曾经有一个人要送给岳飞一个 一个女孩子做妾 但是岳飞呢不好推辞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主意 放了一个屏风 然后他的屏风躲在后面 跟这个女孩子就问他说 说如果你跟我在一起是要吃粗粮 然后穿布衣的话 你愿不愿意 那个女孩子就轻笑了一声 然后岳飞就借此跟那个他的朋友说 说不行 说你看他不能跟我吃苦 我不能要他 所以岳飞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一的男人 在历史上 他是只是一心为国 一心为家 从来没有去去去想过太多的女色的事情 刚才会声会色的讲述 也让记者好奇 小明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另一半 是否也有同样的要求标准 对此他也给予了认同 那个其实是的 应该因为我之前曾经说过 说我喜欢的女孩子类型是要孝顺的 最起码 这是第一点 要善良的 要贤惠的 要体贴的 对 所以其实还真的是跟岳飞的老婆是很像的 而作为投资人兼主演的黄晓明 谈及此次片酬问题时 只用军机不可泄露做了回应 而被问及此次是否和导演申请演唱主题曲时 监制唐纪里也明确表示 歌曲正在由歌坛前辈周华健积极准备中 而小明也表示 自己演自己唱会更有感觉 当然 不用申请啊 我刚才昨天写了 哦 他 好像是 对 然后因为自己演自己唱会比较有感觉吗 没有 华健在写 周华健 周华健 对对对 对对对对